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instance of 对不对 判断对象属于哪个类的 它其实是一个运算号号 还学了一个关键字 final关键字 final标记的类是最终的类 不能够怎么的 对 不能够对这个类精扩展 final标记的方法 是最终的方法 不能够对那个方法进行覆盖 功能上进行扩展 对吧 那这点课咱们来学习一下 另外一个新的关键字 什么static 静态的关键字 听着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我把这两个类 咱们删掉一个 把类做成最简的 好吧 来 把类做成最简化的 是不是这个类已经现在很简化了 对吧 那我这块属性 比如说咱现在也用不上风光了 选变成功能的吧 最传统的一个类 一个person的对不对 那假如说在这个类里边 有一个有名字 有年龄 有性别 对不对 如果再有一个国家 他所在的国家 是比算属性 对吧 那这话再来一个 发布雷克 来 C-O-U-N-T-R-Y 这是国家的意思吗 国家的意思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初始化 一个国家 比如说 C-O-U-N-T-R-Y 然后我们这块 这次里边 C-O-U-N-T-R-Y 等于到了C-O-U-N-T-R-Y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在这块创建对象 比如创建 第一个人等于 P-I-S-Person 里边传上 比如说 张三 十岁 然后呢 男 他所在的国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中国 对吧 然后 比如说 我复制了很多对象 二 三 四 五 太多了 假设有五个吧 好吧 你把它看成是五百个 或者五千个 对不对 那名字呢 也不一样 每个人的名字 也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年龄也不一样 性别呢 有可能也不一样 对吧 但是呢 他们都属于什么 比如说 都属于同一个国家 可以吧 现在都属于中国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 咱们把前面 咱们画过的内存图 咱们拿过来分析一下 好吧 那记不记得 咱们前面讲对象分配的时候 讲过这样的图 内存咱们说分四份 对吧 逻辑上分四段的 有 站内存 堆内存 代码段 和出发静态段 是不是这样的 那站内存 能说放那些长度固定的 什么整数 富尔形 古典数 对不对 然后呢 代码段 放程序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方法函数 对吧 然后呢 堆内存放的 就是变长的大的东西 比如说数数 堆像中串 是不是这样的 结构 那假如说 咱们说了 在这里边 一个类 有几个拥 是不是创建几个对象 有几个对象 就在内存里边 开辟了几段空间 对吧 现在有五个对象 比如说五十个对象 五百个对象 堆里边 是不是开辟了 五百根空间 对吧 那开辟了五百根空间 那想象一下 如果属性都不一样的话 各自有各自的 就得有五百份 比如说通过人类 创建出五百个人 每个人 是不是有自己的属性 对吧 但是这些人 所属的国家 是不是共用一份的 对吧 而现在咱们这么做 没有用任何词去修饰 我只是在这做了个国家 那这五个对象 或者这五百个对象 对吧 他们 所有的国籍是一样的 都是中国 那 内存中有五百个对象 每个对象都属于国家的属性 对吧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种浪费的行为 因为他们 所属的 同样一个国家 没有必要有五百份 是不是有一份就行了 对吧 所以 怎么呢 就有一份 这就是咱们这个关键字的 要说明的问题 太体关键字的实力 对吧 前面都说了 在没修饰 用最关键字修饰的时候 咱们说了 每个对象里边 是不是有一份 但是一旦 我用这个关键字修饰 看到了吗 国家用这个关键字一修饰 当然了 我在这儿 我现在就 我干嘛了 不出这话了 因为没有必要 每个对象都出这话了 对吧 这几个 把它去掉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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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现在只做了一步 就干嘛 就是将这个 怎么 又塞得修饰了 对不对 那修饰它的目的干嘛 就是 让 不管有多少个对象 内存中 只有一份 只存一份 听懂吧 所以它存一份 那现在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我用这个字修饰了 我哪怕创建 现在是五个对不对 我创建五百个五千个五万个 对吧 内存中 用这个修饰的 这个类的所有对象 是共用这一份的 那 存在这个对象里 把国家还是存在这个对象里 对啊 公用的就不能存在 你指定的某一个对象里 对吧 那你存在这个对象里呢 就属于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没有 对不对 对吧 咱说了它都有这个国家的属性 怎么办呢 那 初始化静态段 就专门存什么呢 存像静态的数据和常量的 这样的一个区段 共用的一个区段 听懂吧 那 刚才那个国家 怎么呢 存到了哪 到时候 西游 UNTRY 等于 比如说我假设这份 等于一个 中国 看到了 等于中国 那我这份 当然我这份 也得给一个属性值 对不对 比如说中国 对吧 然后呢 可以在每个对象里边 都共用这个属性 这个对象就可以 这个对象也可以 看到了 这是咱们 这个行为 所以我这块 第一点要记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 使用 STTIC 使用这个 修饰的 修饰的成员属性 当然了 这个 它能修饰两个 记住了 我先展示一些列表 STTIC 可以修饰 什么 属性 和方法 不能修饰 类 而FINAL的关系 能修饰类 和修饰什么 方法 不能修饰属性 听懂吗 这个是这个特点 它能修饰属性 和方法 那用它修饰的属性 怎么了 可以 首先看是存在 什么 内存的 初始化 静态段 静态段 看到了吗 这是第一个 那目的干嘛 存在这里边 第二个 可以 被 什么 所有 这同一个 类的 对象 干嘛 共用 可以被同一个 对象 共用 那 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个 共用法 对不对 对吧 再有了 既然所有 对象 共用 那当是 创建 哪个 对象 的时候 声明的 这个 还是创建 每个对象的时候 都去声明一下 想象一下 因为像 名字 年龄 这些非静态的 名字 年龄 性别 是不是创建 哪个对象 哪个对象 现声明 这三个别量 对吧 而初始化 静态段 怎么能 是跟哪个 对象 走的呢 第一个 其实它不属于 对象的 对 它属于 声明类的时候 一内存 一加载 类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 加到内存了 所以 这个特点 咱们也要记一下 什么呢 第一次 用到类 什么叫第一次 用到类 也就是 类名 第一次出现 也就是 使用到类 是不是就得 用到类名 那类是不是就出现了 类出现 怎么的 类在 加载到 内存时 就 已经 将 什么 静态 的 成员 加到了 内存 明白这意思吗 只要是第一次 用到类 什么叫第一次 用到类 只要用到这个类名 是不是就第一次 用到类了 对吧 那类加到内存了 类中的静态成员 就加到内存了 就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 这个类加载了 静态成员 也放到内存了 就什么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是这样 类加载的时候 就放到内存 那我们看一下 我在 我现在不有 我现在就全删掉 现在我全注射掉了 你删了 你看 我现在是把这全注射掉了 是不是现在没有对象的出现 对吧 没有对象的出现的时候 我现在就可以使用什么 使用静态成员 怎么使用 因为它是类 对不对 只要类名 你加载 对不对 程序从上 那这块 程序从这往上执行 这算加载吗 不算 这是去代码的 就是字幕串 对不对 所以用到类的时候 才把类往内存到 没有这意思吗 用到类 怎么算用到类 看一下 我这块 $p等于new person 这算不算用到类 算是吧 对不对 或者是我直接 prs person 去访问什么东西 也算是 只要类名出现都可以 只要类名出现 我现在执行到这块 是不是就得加载这个类 对不对 但是这是一个字幕串 你得使用的时候 那类访问成员 前面咱记不记得学过 拍人的时候 他需要学会一个动向 什么呢 对象访问成员 是用杠键号 就是这样 访问成员 而类访问成员 类是用冒号冒号成员 听懂吗 所以呢 你看 我现在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 直接我echo一个 输出类 冒号冒号 怎样 $c-o-n-t-r-y 看到了吗 直接用这个就可以 看到了吗 那程序从上往下执行 咱们说上面是类的声明 这不算加载 对不对 对不对 那程序往下执行 用到这个 是不是这块 一看是访问类中的东西 是不是得先加载 类 类加载境内成员 是不是就放在内存了 对不对 然后访问这个 能访问到 如果能输出中国 咱们就能访问到 看一下 blockpost 对吧 test.pt 你车 看一下 是不是就访问到了 我在对象没有的情况 是不是就访问到了 而我访问非静态成员 你看 比如说这话 这是非静态的 名字 比如说我叫的 什么张三 对吧 现在这是不是静态的 不是静态 是不是就得用对象法文 人家对象才有 对不对 现在没有对象 我直接说说person 你看用内名法文 dollar name 这可以吗 不可以 是不出错了 没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只有静态的 你看 才要我这么访问属性 对不对 因为静态的属于内的一部分 听懂吗 所以这会还要记住一句话 什么呢 第四点 所以静态指点数比较多 对不对 静态的成员 一定要使用类来访问 静态的不是表态 静态的成员 一定要使用类来访问 明白这意思吗 那我们用对象能不能访问 我们先用对象能不能访问 好吧 来试一下 你看 我现在这不用类来访问了 对不对 我这个属性我也去掉了 因为跟他没关系 是不是这样了 可以 我先试一下 看 doll for p等于new person 是不是这样 里边全让张三 30 随便给他 对不对 这是什么一个对象 我说出道路 p里边的 country 看怎么可以 来我们试一下 可以吗 这我不可以啊 对不对 我是写错了吗 没写错吧 person 是房子一个成员 是没有成功啊 对吧 他不属于对象的一部分 就是吧 他属于类的一部分 所以呢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要说的这几个知识点 记住了 为什么要用静态 能记住吧 因为 多个对象共用的一个东西 那不能对象反过了怎么用呢 咱下几个详细的用 先记住 声明静态的时候是在初始发静态段 对吧 然后呢 可以被多个对象共用同一个属性 这样是不是省力的中间呢 对吧 然后静态的成员一定要类来访问 对象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对吧 好 时间关系呢 咱们下一集再继续讨论 静态观景词 好吧 正解课咱们先讨论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